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0号周二 美股开盘 不到三个小时 美动员 现在是早上中午的12点16分 还是例行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一个情况 市场今天开盘异常的强烈 不管什么新闻 Vault ADDT开盘直接走高 ADD高开1000以上 走到接近1900 然后呢 ADDQ纳斯达克的话 也是在1900附近 Tick的话没有看到任何 下零线的动作 所以今天买盘买压是非常的强的 昨天是买卖均衡 今天买盘买压很强 虽然日元美元 包括VIX 这可能还会再搞动作 但短期的风险缓和 包括还有说整个 这个原油的setup 包括美元 国债利率这边短期的回落 这些都注定的说 这个反弹可能会走得更久 更远 然后包括说我们看到 Vault ADD Tick的资金领 非常的强势 那我可以提前宣布说 这个回调已经结束了吗 因为这个 ADD跟Vault的Tick 是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走势 加上美元今天的回落 对吧 最近的这个107的高点应该是坐实了 应该是坐实了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短期国债利率 5 也可能再难冲上 包括明天的CPI PPI 也可能最终会给市场带来一个积极的影响 感觉市场这边提前开始price in 明天市场可能会潜在迎接而来的积极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边空头啊 有点麻烦了啊 空头如果说现在是做空这个市场的话 我就非常的麻烦 因为很有可能会被逼空啊 逼空完之后可能会继续跌 对吧 当然了先把你逼了啊 我们看到这一周 这一天的表现非常的强势 各大资产价格也在美元稍微回落的一点的情况下 也出现了很强势的表现 尤其是硅金属 包括奉献喜好比较强的海外市场 包括还有罗素2000 黄金白银所有东西都在涨 该涨的都在涨啊 只有能源 个别的这个大众商品 还有日元啊 包括Vix这些都是风险喜好 明显的标的物啊 我们看到很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 对吧 包括今天的欧洲 日本 当然这可能跟地缘政治紧张缓和 也有关系啊 包括可能对明天的CPI PPI市场也会有这么一个预期 从performance map来看 也异常的积极乐观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setup下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市场 明天 PPI 后天CPI 那很有可能最终的结果是积极的啊 很有可能最终结果是积极的 那跌幅宝里面有没有可以抄底的对象 我们看了一下百分之十以上的没有 然后大市值公司的话 今天跌的也不少啊 那看了一眼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抄底的对象啊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toploser 看完了topgator 今天很多topgator迅速的跟进啊 你们有大量的以色列相关的股票啊 差点忘记这茬了 很多以色列的公司在美股上市的啊 从marketcap来看 大市值公司在 呃一个billion以上的有非常非常的多 今天AI相关的新能源相关的 所有贡献喜好强的东西 全部都有在动啊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包括DQ啊 也是我们喜欢的rocketlab 还有一些离电啊 AI啊 power这些富途啊 中盖都是在动啊 我们看到很多股票SE也是 那这些其实都说明市场现在目前是在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 贡献喜好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们看到 中盖大量的中盖在这个上面 还有我们关注列表里面的很多的股票 我们一个billion以上的大概有这么多 对吧还有这么多 非常的强啊 今天的这个涨幅网啊 包括这个VALT的ADD TIG 就是从各方面来看 这个市场目前已经跌完了 跌干净短期来说啊 短期来说 那接下来可能迎来的是更加持续的 个股或个别板块的行情 那之前我们所说的很简单 我们只关注两个东西啊 只关注两个东西 两个大的品种 一个是美元跟国债利率 对吧 目前我们看到国债利率 似乎有所想要回落的这么一个意思 实现国债利率 对吧 当然现在怎么回呢 回到哪里其实都还是可以的啊 都还是在一个大的趋势当中的啊 但如果回一点点对大盘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东西会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中盖我们是最喜欢的啊 25附近30以下都是机会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除了中盖以外 白银我们非常喜欢SLV啊 连涨几天了 刚好最近是最好的机会 SL也是 同时还有SLJ也都是非常喜欢的啊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非常好的赛道 不要担心啊 不要怕 我觉得白银现在很有可能就是最好的机会啊 当然中盖会不会最好的机会 不知道 可能还是波段来回的拉扯 这个不好说 但我觉得白银啊 包括美元最近这个高点是否就已经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出现 完全有可能啊 完全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期待市场有更多积极的表现啊 期待市场有更多积极的表现 那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啊 这个行情等待着大家去进行落实 好吧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资金楼的情况 异常的积极 大家开盘期也看得到 很明确 那这个明天早上 我们再来看看PPI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好吧 Until next time Trigren and stay powerful 我们频道见 拜拜